欢迎您收听有声小说《王牌进化》 作者 玄土 由懒人听书 人创为您录制 本集播音 吴天 第四十四集 帮您吃完东西 满足地喝了一口大麦茶 这是日本料理店里唯一对他胃口的东西 他又询问了一些细节之后 两个人便驾车离开了 胡华豪上车之后出了一大口气说道 唉 看来这次的任务 主要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 获取这个勤俭难度是怕不太大 方林却是沉思着说道 只怕未必 我们签订了KOF契约之后 我已经可以查看到你的任务内容了 要求杀死五名梦魇印记持有者 相信其余的资深者也有着这等内容 那么 进入本世界的人回人数 只怕已经是好几十人了 其难度的话绝对不是可以用简单来形容的 据我估计 那五名黑帮巨头的手下 很可能拥有重火力武器 甚至是得到了爱德蒙本田真传的打手 绝对不可以低估的 胡花豪皱眉着说道 那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等 方林却是淡淡的说道 我们有整整十天的时间 我们两个选定一处黑帮的总部 进行全面的监视 总会有人先沉不住气动手的 这样自然就能够充当我们同时问路的角色了 能够更好更准地判定这些黑帮分子的难度 只不过可惜的是 我这强力磨魅术不能用来控制政府当中级别较高 权力较大的官员 否则的话可就方便得多了 你只等四十八个小时 若是四十八个小时之内有人动手 那么你就杀死前来突袭的人 以此为进阶去其中的一处社团里应聘警卫 主动地保护起拥有勤俭家伙的任务来 或者说以他为右耳 借助他的人力来除掉竞争者 而我呢 则去从另外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入手调查 或许还能有所意外的收获吧 啊 什么方面啊 胡华豪却是祈祷了 请柬的制造 方林的五根手指头轻轻地敲击着方向盘 徐徐地说道 本田的五方社团势力 当然不会生出造假的念头 因为本田家只发出了五张请柬 若是多出了第六张假货的话 顺着源头一查 这真假自然就清楚了 对于原住民来说 这请柬的象征意义要远大于它本身的价值 所以造假的话毫无价值 但是对我们来说 则就是完全倒过来了 倘若可能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多制造几张请柬 来作为奇货可居的交易品 胡华豪这时候燃起了一支香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这才沉吟着说道 这么说来 你我要分头行动了 方林点点头说道 是的 咱们分头行事 唯一被人察觉 并且 现在你们资深者的捕杀任务已经结束了 旁人想要依靠精神力来探测我 那么 除非他的精神力比我高 但是 我估计很难 因此 在安全方面 大家不用担心了 我倒是有些忧虑 你不方便混入这些社团当中 取得他们的信任 胡华豪呢 却说道 哎 这件事却有些巧了 进入梦魇空间之后 给我安排的新身份 便是一个资深的保安人员 要想去应聘的话 应该不成问题 方林就想想 咒梅说道 这么说来 既然你能具备这个身份的话 旁人也可以 那么 你进入社团之后 要更加小心了 很可能在你身边 还有着相同的潜伏者 胡华豪听后 点点头 时间宝贵 两个人呢 就开始收集 拿到本田家请柬的 五大巨头的资料 有了方林的敏捷的布局判断力 不到半个晚上 这资料 便被详细的分析了出来 恒山家 恒山家 视力范围呢 西城区和半个北城区 手下三百人 总部为恒山起茂 诸事会社 潜田家 视力范围呢 整个东城区 手下是一百五十人 总部在三处低厅里 本多中次家 视力范围呢 半个北城区 手下一百多人 总部在一处低厅当中 离鬼社 视力范围 半个南城区 手下一百多人 总部为大有科技 半岛家 视力范围呢 半个南城区 手下一百三十多人 总部为大安寺 这其中啊 以恒山家的视力啊 为最大 潜田家呢 次之 但是半岛家 总部 竟然位于佛寺 也由此可见 其与宗教 有着莫大的联系 而本多中次家 能以半区之力 与恒山家抗衡 那么 也自有其过人之处了 因此 五家社团当中 最为弱小的 应该就是盘踞了 半个南城区的 离鬼社了 但是 方明却是替胡华豪 选择的 本多中次家 这个被公认的 位于五大巨头 中游的家族 而原因呢 很简单 最强的 恒山家的难度啊 太高了 敢打他们 主意的人呢 应该偏少 并且 对自身 也有着足够的信心 而最弱的 离鬼社 则是盯上的人呢 太多了 即便是 能够获得 请柬 只怕 要面对的 突袭的暗算呢 也绝对 少不到哪去 并且 中等的三家 这势力上 几乎是 难分伯仲 无形当中 又分伯了 前来竞争的 对手了 两个人 既已定 便驶向了 离鬼社的 总部大有科技了 想要在附近 监控着 四十八小时 看看 能否通过 这个最小的社团 来搞清楚 这个世界里 日本社团的 基本实力 然后呢 他们再感觉着 本都中次家 陷机行驶 然而 谁知道 在距离 大有科技总部 还有数百米远的时候 就猛然间 见到了 前面有一辆 风亭轿轿 直接冲出了 停车场 开上了人行道 撞倒了 数十个人 桌碗 瓢盆 狂飞而起 同时 又以疯狂的高速 拐弯驶来 那个轮胎 摩擦路面的 尖利声音 几乎将人的耳膜 都给生生刺破了 就在 两车交错的刹那 方明的眼中 是蓝芒一闪 已经动用了 精神力进行的探测了 紧接着 数十秒之后 又有四辆黑色房车 在这个闹市街头上 呼啸而过 紧追而去 方明却是沉声 对着雷虎 胡华豪说道 老雷 马上跟上去 追击的一辆房车上 写着大有科技 是离鬼社的人 胡华豪一听 心中一震 立即踏上油门 追了上去 但是 等到他将车头 倒转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 追踪的目标了 这时候 方明那个 超卓的记忆力 却发挥了作用 他虽然只看了 一次本事的地图 就能够 立即将之具体形象化 他指点胡华豪 走岔路 穿小巷 终于艰难地 坠在了那几辆 黑色房车的后面 只是这个时候 交通开始拥堵了 前方是你追我赶 倒是肆无忌惮 但是他们 却是遇到了大麻烦 眼看着 就要跟丢了 而方明的脑海当中 这时候却是 林宫一闪 猛然间闭上了眼睛 一直点在了自己的眉心上 立即 就有着淡淡的蓝色 从他的眉心当中 荡漾着射出去 直接向着四面八方 蔓延着 这时候看他们的车外 就好像被包了一个 淡蓝色的 朦胧的蓝色屏障 足足 有方圆十米见方 只是此时 在夜间又有微黄的街灯映照着 因此旁人是无从察觉 这正是他一直未能了解的精神力的基本技能 精神扫描 没想到竟然在这个时候 领悟了出来 方明虽然闭了眼睛 但脑海里已经将周围十米的一切动静 都是了如指掌 并且经过了他大脑的精密推算 是一一呈现 只是这身体 这时候 他是不能做丝毫的动态 否则的话 立即就会被取消技能 他随后忽然间说道 加速到一百二十公里 胡华侯一听 说道 你疯了 但是他在口中虽然质疑 却是毫不犹豫的就将油门用力的踩了下去 方明则是将另外一只手放到了他的背上 立即 胡华侯的视野里 竟然如同那种逼真无比的赛车游戏一般 数字化的显示出了周遭的各种情况来 并且还有周围车辆的速度 甚至是后方空中的全面视野 以及所经过了方明的迅速无比的心算 所得出的结论来 前方十字路口三秒之后将会出现一点四秒左右的空闲 建议将车速提升到一百三十倍以上 强行通过 左方的卡车将会在五点三秒之后起来 建议右偏两米 强行超车 于是 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就发生了 在这个拥堵的平均车速不超过二十公里的车道上 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开出了惊人的高速 就像疯子一般直掠过了数十个红灯 他们穿插在了密密麻麻的车水马龙当中 竟然是游刃有余 天生的 还在这个稍不留神就会车毁人亡的紧张气氛当中 还具备着一种舞蹈家的优雅与从容了 经过了短短三十秒左右发狂的飞驰 方明两个人终于以前方那几辆黑色房车的距离破近了 他们缩短到了不到五十米的距离 而胡华豪这时候才用大手抹了一把脸 狂笑着说道 刺激 空快 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这么爽过呢 先前的那段死亡狂奔呢 固然是方明的精确无比的判断 分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胡华豪的精湛车技 这才是成功的关键 在这种生死一瞬的速度竞赛里 无论是技术还是心理素质都是缺一不可 而这个时候前方忽然间响起了连串轻微的响声 隐喻可见这火光闪耀 方明一看已经到了市郊了 他沉声说道 对手开火了 三只卫冲 死马一开 嘴 这帮日本猴子的火力倒是挺猛的呀 胡华豪一口就将这 焦火双方的枪械配置给爆了出来 而他的话音未落 猛然间就是一声巨响 开在了最前方的那辆黑色房车 就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巨墙一般 哄咙一声高高飞起 在空中直接就爆炸燃烧了起来 化为了一团熊熊的火焰 散落出了无数的碎屑了 竟然向着方明他们的座驾 直接了当的落枪下来 眼见到 那个包裹着熊熊火焰的汽车残骸 在挡风玻璃前迅速的放大 胡华豪的瞳孔 却是立即收缩了 他猛然这一打方向盘 车轮发出了一声尖利的思想 紧接着 涨价汽车 骤人间加速 仿佛像是脱缰的野马一般窜了出去 不过饶事如此 只听得车顶上 还只发出了极其难听的呱呱声 那个燃烧着的汽车残骸 竟然是贴着他们的车顶 擦了过去 哼 事实为 方明的脸色却是突然间沉了下来 被追的人也是轮回者 他们当中也有个精神力很强的家伙 从先前的脊椎当中 发现了我们了 然而 这可怕的一击 并没有让离鬼社的日本党徒所忌惮 反而是惹发了他们的狂性 两辆房车是急速而出 并排行驶 车窗前喷吐出了七八条火蛇来 密集的子弹疯狂地 倾泻了出去 无数的子弹 打在了前面的那辆轿车上 后尾箱上是火星死射 但是后车窗上却泛出了一个朦朦胧胧的微红的光芒 将着打在上面的子弹一一地弹开了 竟然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嗯 这个家伙应该比我强 这个光芒应该是一个精神力构造的护盾 哼 它的精神力至少应该在五十以上 这个时候 追逐的一辆房车的车窗上 突然间冒出了一团烟雾 显然这是发射了榴弹枪之类的东西了 紧接着被追逐的那辆车的尾部 突然间爆炸 保护着的那团红光立即消失 日本人的无数子弹瞬间就射了过去 前面的那辆轿车一歪 就从公路上飞僵了冲出去 倒在旁边是一条小河的洼地 虽然不至于爆炸起火 却也是再也难以行驶了 胡华豪将脚用力的一踩刹车 做出了一个漂亮的滑甩动作之后 他将面包车也在路边 拉出了两道黑色的刹车印 悄然停在了旁边的灌木丛当中 此时的他们 就像是一头埋伏的猎食恶兽一般 安静地等待着猎物露出破绽来 日本人呢 纷纷地停下了车 贺骂着石枪向洼地里的那辆黑色轿车 包围了过去 而值得一提的是啊 后面下车的人里 有一个身穿和服白衣飘飘的女人 一见到她呀 这浑身上下都会生出一种阴冷的感觉来 吸淋淋的就会打一个寒子 而这个时候 方明就启动了她所带眼镜上的探测功能了 无脸 幽女 用自身血肉饲养视神的鬼者 技能一 未知 技能二 召唤视神 技能三 未知 弱点 火 就在这刹那间 在窝地当中 率先围上去的一名日本人 猛然间跳起来 啊 一声惨叫 有个黑影啊 就从她的身边是闪掠而过 只见她的双手啊 按紧了被不知名的利器所划过的喉咙 鲜血就从她的喉管处狂流而出 而她肥胖的身体呢 骤然跌倒在地上 眼睛里带着无穷的恐惧的气色 嘴唇发青 手脚发抖 喜妙狂流 就这么挣扎了一两分钟之后 身体僵硬 停止了生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